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欢迎新朋友 来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新朋友 所以我还是得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是中央大学务理系朱庆琪 那这个加入过去广场 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办了一段时间了 那当然就是各位朋友这么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办下去 当这个最重要的支持的推手 今天我们就是以这个家长的身份来参加 今天的佳日科学文广场 我们要欢迎这个讲爸爸 就是我们的校长 谢谢 那所以说因为有有学校的这个支持 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机会越办越好 那所以不好意思刚刚耽误了一下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者 这个我们机械系的肖老师肖教授 我非常简单介绍一下肖老师 这个肖教授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 加州理工学院是如果没有记错的是 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密度最高的一所学校 所以这个可以从这个小毕业 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相信肖老师都是在一堆天才里头 然后生成的很厉害 然后呢肖老师在我们中大服务的期间 就是教学跟研究都有非常卓越的成绩 所以还得到这个研究的卓越结束奖 然后也得到这个教学部分的这个结束奖 然后这个获奖无数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先略过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这一场会请这个肖教授来演讲 是因为肖老师现在同事是我们学校的 能源工程研究所的所长 那大家都知道能源工程在现在这个社会的重要性 那我们中大当然也不会在这里缺席 那这么重要的一个研究所 我们就推派了肖老师来担任这个所的这个leader 所以肖老师今天可以请到他 我是非常非常的荣幸 然后今天的题目很可爱的是 太阳公公好厉害 那我就一直在想 太阳为什么是公公 这月亮是什么 婆婆 太阳公公好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公公到底有多厉害 然后怎么更厉害吧 这个东西跟能源 我们大概猜得出来是太阳能吗 跟能源到底有什么关系 然后大家可能会最兴奋的是 今天不知道会带什么礼物回去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交给肖教授 大家热烈享受的 谢谢大家 就是从小都这样教授 我们就太阳公公 但是我要讲月亮也很厉害 刚才讲月亮活活 我等一下会讲太阳能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 所谓在世能源它都是太阳能 但是月亮为什么也很厉害 因为我们有一项在世能源 叫做潮系发电 用潮型去海边不是都有潮吗 那个潮力上来力量很大 那潮系也可以发电 那潮系其实就是月亮的力量 那它不是太阳 所以潮系发电也是很有潜力的 所以其实月亮也是很厉害 那我今天的这个播影片 其实有一些绕会不会比较深一点 就是比如说那个内容 比较不是那么小孩子看 但是我尽量把它讲的 让这个大家都觉得还可以接受 那这个地方大概讲说 能源在现在社会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现在万一没有电 你会怎么样 你家里停电了 点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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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书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就跟在闪 如果五天没有电 你怎么办 用手电筒 手电筒的电池没有了怎么办 那什么 就去别人家 去别人家 大家都没有电怎么办 整个台湾的 对啊 整个世界都没有电 那我们想其实电它是我们能源展现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当能源不限于电 你们今天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 在家里吃饭 在家里吃饭 没有 没有 妈妈煮饭 爸爸煮饭 他就是一种能源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能源 我们其实现在的生活很难去过 那当我们想到这个古时代他们就生火 对不对 就是转木取火 把树木烧了 砍柴来取火 然后来变成这个能源来煮饭 那那个树木本身其实也是这种能源 所以能源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到处都存在 包括我们的这个灯啊电话啊冷气啊等等 所以其实就是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万一没有能源 这个日子其实是很难过的 那国能源它的这边有几个图啊 那国能源它当然是存在很重要 那如果没有能源日子不好过 那但是能源其实它是有限的 在地球上的能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下一些能源的介绍 那我这个把它跳过去好了 那这个是历史的一些能源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知道我们就是用人的力量 人力上就是这种能源 我可以挑东西嘛 我可以打东西嘛 我可以吹东西嘛 这都是一种能量 它就是一种能源 那后来人开始知道用动物用马 用马来摘东西 用牛来耕田 所以它也变成我们的一种能源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殖能 生物所产生的能源 那后来大概工业格物 这是很重要的发明的蒸汽机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那这个蒸汽机 你们家里有没有煮开水 那你们开水不会会嚼 有些会嚼 它就是水变的水蒸汽 噴出来它的力量 那力量可以很大 所以有人发明了一个蒸汽机 利用水变水蒸汽的力量 来做很多事情 包括让火车走路 最早的火车是蒸汽火车 所以它是一件很重要的眼镜 那当然我们在食物上面 这个也都是我们的能源 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机器 包括蒸汽机 内含机 气火轮机等等 那你知道现在消耗的能源 用的能源最多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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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 化开 核 核能 美 那这几样能源 是我们现在用的量最多最多 那像我们的电口 台湾最主要的发电是从美来的 那但是这些能源 都把它叫做非再生能源 有没有小朋友 你都跟我讲 我刚才讲非再生能源 有没有 你知道我要问你吗 不只在利用的 这么厉害 什么叫做再生能源 可以再继续利用的 可以再继续利用的能源 那再生 基本上就是它可以循环再生 那这几样能源 都是非再生能源 用掉就没有 用掉就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很胆心 因为我们估计 石油大概还有40年到60年 包括天然气 这些能源都用掉了就没有 那没有了 那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电很多都靠这些能源 包括核能 核能大概也是 好像说60年 那用完了 我们的电就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我们就要想 如果这些天然的资源没有了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用 我们刚才我们讲的再生能源 百八点 我把这个 这几段跳过去 那 我们讲到再生能源之前 我们讲一下温室气体效应 有没有人能跟我讲什么叫做温室气体效应 有没有人能跟我讲什么叫温室气体效应 有没有人能跟我讲什么叫温室气体效应 就是我们叫暖房 或者花房 我们在养花的那个制度 是用玻璃做的 或者说塑胶做的 那它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就是 就是因为这样开阳光进来 它温室气体效应基本上就是花房的效应 那个能量进来了 它不容易跑出去 就被keep在里面 所以它会越来越暖 那我们上次 我们那个研究所考试 有一个老师出题 问什么green house effect 那有同学 就要考研究所的 就是说这个叫绿房子 那时候在想说 这跟绿房子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终于恍然大物 他直接翻译绿房子 我们想 因为我后面也会讲绿建筑 那这个跟绿建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小朋友有没有经验 你们爸爸妈妈开车 带你们出去玩 好大的太阳 然后我们要下车去玩 那经过一个中午 要上车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 热的不得了 可是你们开车开了20分钟以后 你都不会觉得很热 因为开冷气啊 那为什么那个隔了那么久 里面会那么热 因为太阳光 那这个就是温氏气氧效应的意思 不是啊 温氏气氧 叫green house effect 就是该讲绿房子效应 就是花房效应 怎么办 房效应 因为太阳光的热能跑进去了 然后它跑不出去 因为玻璃的关系让它跑不出去 那我们现在讲的温氏气体 就比如说二氧化碳 甲烷这一些 它排放到大气 就好像我们在地球外面造了一层大玻璃 原来玻璃没有那么厚的 太阳光进来它会有一些出去 有一些留在地球让我们过温 因为我们需要太阳的能量 那如果因为温氏气氧太多了 所以它越来越厚 我应该讲浓度越来越高 所以太阳光进来的能量 就越来越不容易跑出去 所以地球就越来越热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温氏气氧的效应 所以我们这张图可以看到 就是太阳光进来 本来它是会跑出去的 但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气质 会让它某一些的能量 不容易跑出去 所以就会有这个 让它温度变得比较高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非再生能源 没石油天然气 我们去用这些能源的时候 它都一定会排放很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会造成我们的二氧化碳濃度变高 所以就造成我们生 这个我们讲缺氧氧化 我们刚才小朋友讲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多使用再生能源 相对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减少 所以这边有几张图 这个是从高尔的五月面对的真相相 我想这边很快的秀过去 然后有一个影片给大家 剪辑大概两分钟 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过 这个有没有看过 我看过 看过 我有看过 我有看过 没有 我看过 哈利波特有 哈利波特 这么厉害 我们来大家看一下字幕吧 我们去年暑假也办了一个营队 就叫做哈利波特 可以叫什么 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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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家长问我还会不会办 因为去年是因为那个国会 它五十周年 所以希望我们办一些活动营队 来庆祝国会成立一周年 所以我们有那样的被要求 那也有一个计划来执行 那今年就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特别的构想 先看看报告 好 不过这个基本上 就是说地球暖化 它会有很多冰河 冰山融化 所以就会让海里面上升 所以就造成很多 壁洼的地区 就会被海水淹没 所以造成很多生活上的问题 我想我先把它跳过去好了 好 那这个 当然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这个北极熊的命运 越来越热 北极熊都在很冷的地方 所以很热 那它怎么办 所以这边有个 我觉得这个图片 就是它 这图片有点 有点好玩 有点怪怪的 他说北极熊太热了 所以剃 很既然不忧 有点有点好玩 真的有点凌晨 有一点凌晨 有点好吗 有点好玩 有点好玩 很心疯 他在那种 我记得 你 amended 看似的 你要扶不上 你 真的好吗 好 好 这个有点干腻 就是 当然是假想的 我真热了 他只好剃毛 我没有想 他也要有那个剃毛的 那叫做什么 剃刀 剃刀你会认知他也要能源 如果万一没有能源 是很糟糕的事情 好 我想我很快讲到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 刚才有问小朋友 就是什么叫再生能源 基本上他就是可以再循环再生 可以再利用 我们比较常提到的再生能源 有这几项 太阳能 水力能 风能 地热能 身心能 太阳能 那我这边要特别讲 为什么讲太阳光光很厉害 我们常听到的这几项 再生能源 其实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太阳能 都是太阳能 我问小朋友 那个水力能 你想到什么是水力能 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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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挥在海南 海 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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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过日月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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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坛很厉害 如果日月坛有机会 它有一个叫抽搐发电 它是 我今天没有机会讲到 其实再生能源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讲太阳能 白天发电 晚上怎么办 用太阳能电池 用太阳能电池它是发电的 太阳能电池它是发电的 虚电 所以这时候需要虚电 你需要把电池切 那那个日月坛的那个抽搐发电厂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锄 就是很好的电池 简单讲 为什么 你知道它有一个叫上台 一个叫下台 我问小朋友 你觉得白天用的电多 还是晚上用的电多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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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白天 嗯 我们这边应该是白天 你会觉得晚上 因为你回家比较想 回家比较享受 开冷气 还是用电脑 那白天 因为工厂在做很多事情 所以白天是非常耗美 也会是在夏天 白天比较热 所以 你看办公大楼通通开冷气 所以白天其实用的电很多 那我白天用那么多的电 我是不是一直要烧美 烧石油 那我问 那种电厂没有办法说 我白天打开晚上关起来 那样很没有效率 他一转 一运转就一直运转下去 不会说开开关关 所以也是说他到白天发这么多的电 晚上可能还是发这么多的电 但是晚上我刚才讲说 用的电其实可能只有三分之二 或者更少 那我多发的电怎么办 转起来 所以 他就利用水力发电 刚才讲说 那个热月毯他有一个上毯 一个下毯 那在白 就是白天的时候 他就让水 从上面 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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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是很大 那个力量就把它转换成电 来发电 那晚上 我刚才不是说那个 煤啊 石油发的电太多了吗 这时候就利用多的电 去把这个水抽上来 抽上来需要电 需要能量 所以晚上就把那个多余的电 抽上来 抽上来白天是不是 又可以让它下去 来发电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熟能的气氛 那我刚才讲说水力能 为什么会有水力能 刚才讲说是因为水 由上往下的力量 为什么会有水力 因为有水 为什么会有水 水从哪里来的 水从哪里来的 水从雨来的 从雨来的 雨从哪里来的 从海来的 从海来的 为什么会从海来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 热气才有想像是太陽 你说 太阳蒸发 太阳蒸发 很好 就是它是因为有太阳 所以海水或者河水 它的水会蒸发上去 到天空变成流程 才是下来 所以没有太阳 就没有人 所以这个水力能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它其实也是太阳能的一种 广义的太阳能 这边还有些什么 风能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 现在很多地方有那个 风力发电机在做 风力 顾名思义是风能 有风才会有这个风能 那风能 风是怎么来的 空气从空气来 对 空气来 为什么会有风 空气为什么 因为流动 空气的流动 你知道空气为什么会流动 空气会流动 跟我们地方跟地方中间的温差有关系 那跟气流有关系 那这些气流都是跟太阳有关系 所以风能它也是一个间接的太阳能 如果没有太阳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风差 还有这边讲的圣姿能 你们知道什么是圣姿能 食物 玉米 还有生物 那很简单来讲 古老的祖先 他们主办 我刚才不是说他砍柴吗 那个柴什么叫树木来的 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机 就是一种生机 那 所以烧 甚至我们的垃圾 去烧 氛化炉 我也可以把它转换成一种氧量 那我们前面 前几年讲的那个生殖酒精 我们用玉米 甘蔗 或者其他东西 把它酿酒 就把它变成酒精 我就可以放到厕室 就可以放厕室 跑 这个都叫做生殖能 那 我们问题来 生殖能 生殖能 刚才讲是从植物 其实也包含是动物 那这些植物 它为什么 它需要长大的才能用 对不对 那它为什么可以长大的 阳光 阳光 对 阳光水 还有光合作用 还有二氧化碳 所以 所以 生殖能 它也是一种太阳能 没有太阳你就没有这些生物 没有这些植物 你就没有用这些能量 那我们刚才讲说 再生能源 还有一种观念 就是从二氧化碳来讲 因为太阳能 太阳照下来它没有二氧化碳 风能 风吹它也没有二氧化碳 那 生殖能 生殖能 以后 如果我们去计算 我所有的能源使用 有没有排放二氧化碳 我生殖能 其实是 不算有排放二氧化碳 为什么 就因为它长大的过程 它是不是需要吸收很多二氧化碳 对不对 那后来你把用料把它烧掉 它又把二氧化碳排出去 那它吸收了再排出去 其实来回 其实等于没有制造新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认为 就是说它并没有排放新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也可以由这个观念来 可以在这里 那当然该讲海洋能 海洋能有很多种 也没有时间洗牌 海洋能是记得很好玩 包括波浪发电 潮湿发电 我刚才一直讲 潮湿发电其实是跟月亮的一关 那当然还有这个披热 温泉 大家都有看过温泉煮蛋 所以它的能量吸引也是很大的 好 我们这边大概讲这六种 我觉得我们应该赶快讲太阳 要不然太阳能有出来 好 我们讲到太阳能 这个也跳过去 太阳能 其实我们用太阳能 其实最主要我们把它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太阳光电 刚才有小朋友讲到太阳电池 那就是一种太阳光电 今天很多小朋友都知道 基本上会用太阳能测 所以会有一片太阳能板 那个就是太阳电池 那它里面有一些半导体的原理 我没有提到深圳讲这个 半导体的原理 因为太阳光照射 因为它的光波激发到电子 变成一个电路来发电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利用太阳光电的原理 那另外一个是用太阳热的原理 我们可以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太阳能的热水器 现在在大陆很多 那其实就是太阳光很强很热 造成很热 它就可以让水变热 就变太阳能热水器 那这样的原理其实也可以发电 后面有一些图片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看太阳能的发电厂 这几个其实主要都是用太阳的热能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太阳光电 太阳能的那个电池 那像有些计算机上 就有那个小电池 它是太阳光电 不过太阳光电它发的电量其实是有限的 那我们也有太阳光电的发电厂 不过它的量都不是太大 那太阳热能相对可以产生更大的热量 而且它的技术是很低的 其实太阳光电 我们要有一个了解后面会讲 半导体制程其实它是蛮贏的 其实是很贏的 你知道新疏科学园区 其实是有很多毒物的地方 因为它有很多化学制程 所以太阳光电的那个电池 里面制造的过程也非常符合 那太阳热能相对它的工厂制程 相对比较少 比较少这样的问题 那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是在西班牙的一个电厂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有太阳光 好像有太阳光照过去 那大家是不是经常 小朋友我们这样往一个镜子 然后照那个太阳光 或者灯光这样打过去 我们小时候来讲 你这样照 照到你的眼睛 它总是因为我的眼睛被照到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利用太阳光 照射到这些镜面 然后把那个光反射到这个上面 那如果它能够聚光聚染很好的时候 在那个上面它可以让水变得很烫 然后变得水蒸气 然后去发电 所以它是用热能来发电 那这个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形状 就像高度镜 那小朋友有没有常用那个 很大的太阳下面 用一个放大镜子 是不是这样放大镜子 然后照一个黑的紙 然后去光 那黑紙就会烧起来 对不对 这一样去光 我去到这里 那这边可以推动一些引擎 来做光 这个就是这样的原理 我把太阳光去焦去到这里 这个地方就会很烫 那可以产生很大的燃料 那这个是从网路抓下来的 用太阳能煮荷包蛋 大家看一下 对啊煮很久 所以太阳能我们还要好好的研究 希望能够用的更有效率 那好像这个煮一个蛋 好像要五分钟了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用太阳能 还要在科技上面还要在影 好 没有关系 这个影片我先暂停 要不然我会讲得完 好 那这个是太阳能的发电厂 那法国 美国日本 都有很多这样的发电厂 那这一个 这一个很好玩 这个在澳洲 它叫做人造龙卷 龙卷风发电厂 这个发电厂是怎么样 我忘记这个是几公里 几公里 很大的一块区域 它铺满了那个玻璃片 那这个是一个叫太阳塔 它原来号称要做1000公尺 我等一下会有一个影片 你可以知道1000公尺有多高 不过后来好像最后升级是500公尺 就折半 那它的原理 不是像刚才 把太阳光去焦在这里 不是这样 不过你可以知道 当太阳大的时候 那个照到玻璃镜片 那个玻璃上面会不会很烫 很烫那边的空 上面的空气就变热了 所以它就可以制造 因为这边周围没有太阳 所以这边比较凉 这边比较热 它就制造一个气流 从这边跑过来 从外面往里面跑 那那气流的速度 到了这个塔底下 它去转动那个液片 来发电 我这边有一个图示 大家看到这边 就因为太阳照射 温度的关系 让有一些风 从这边过来 然后往上冲 然后来发电 大家看一下这个影片 这个是这个厂上面完成的时候做的一个概念 你看到那个周围那个就是玻璃片 这个是那个玻璃片的旁边 边缘 所以太阳光这样照射 那越中间越热 好 那个会发电 但是这个也可以来做观光 有没有人去过101 有 有 我还没去过 那这个是说你可以坐电梯上去 在很高的地方看风景 我这个基本上都在沙漠上面 把眼睛弄起来 好 所以它是利用热的关系 然后你看到这个气流往上冲 下面可以到70度 那上面20度 所以这个温差池上够大的 然后这个风吹进来 它有很多所谓的涡轮机来发电 好 这个是金字塔的高度 这个是什么 雪梨塔 这个是艾培尔铁塔 这个是美国帝国大象 449 这个是这个要太阳塔的高度 好 我跟你讲 后来它一半 所以500 大概500 这温度到最上面70度 那这个是在2002年 列为泰拳的世界 40大发明其中一个 因为你越上面温度差越小 然后它发电的嘛 冲到那个风扇 所以它的能量就变小 好 好 那我这个地方 就稍微快一点过去 那当然我们日常 比较用的就是热水器 热水器 就直接去加热这个热水 来发电 好 那我刚讲 另外一种是太阳的光电 太阳光电 因为大家手边的计算机 多半天都用太阳电池 那它是用半导体的原理来发电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讲 欸你们有想到 这种太阳光电池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吗 还是你在哪有看到的 计算机 照相机 照相机 照相机也可以 不过你要蛮多的电池 这边是几个例子 几个例子 几个例子 陆灯 那我也看到很多那种 即时收备器 它就放在旁边你看到 它第一个塔上面有 太阳电池 太阳灯车 海坞 对 好像好像 tit 好像台湾有几个地方有太阳灯船 飞机 这一台是瑞士的 但是这个也是我刚讲说 我们科学家工程师还要很努力 怎么让太阳光电能够发更多的电 然后用比较小的面积达到一样的电量 那我们也有这种太阳呼呼 那太阳呼呼当然一种解释是说 我利用太阳光电来攻击我这个房子的能量 但其实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如果我房子设计好 我设计得很好 我有很好的采光 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开很多灯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好笑 这个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技术很辛苦 我制造出来多节能 非常非常节能的灯 但是我白天都是把窗户关起来 窗面拉起来然后开灯 那这个其实 如果我不需要开灯的话 那晚上没办法 那白天如果我能够利用自然光 我根本就不需要开灯 所以 所以 是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房子怎么样设计 我有比较好的通风 我可以让房子比较凉 所以相对我就不需要用那么多的冷气 它也可以接着 所以这个都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绿建筑的一些概念 这个不能讲太阳火车 不能讲太阳火车站 这是日本的一个火车站 大家利用太阳能 这个是太阳能光发电的目的 这个影片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这个是 这个在市运 市运是去年前年 在高雄 那它这个主子 它是它的运动场 它体育馆 它就是用太阳光电来发电 这个我记得是台达电的做的东西 所以它要做一些测试 因为它要做一些测试 它有8000多片 它有8000多 多片 双合 费用 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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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说如果一个房子设计好 你不一定要开空调 就可以达到这个凉爽的效果 所以我刚才讲绿建筑 你这个建筑如果设计的好 我可以利用采光 那我可以利用通风 那采光我就可以减少我的这个灯具的消耗 那这个如果通风好或者回流好 我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能力 这个我想都把它跳过去 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北投 北投图书馆 这个也是我们古墓系一位教授协助设计 那它里面就是用绿建筑的概念 那这个在台湾是很著名的一栋建筑 这个我会把它跳过去 那我们问太阳能会不会用完 有啊 会啊 会啊 会会 不过我们觉得那个还太久 那个年不知道怎么算 所以我们还可以不用管这件事情 因为它真的可以用太久太久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那使用太阳能有什么优缺点 大家觉得有什么优点 没有污染 我们看一下 它干净 取之不尽 所以我们把它 我刚才讲说再生能源 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捷径能源 对不对 取之不尽 那因为它不会产生二氧化导致 所以它不会增加或减少地球的温度 我刚才讲温室气质 它不会造成温室气质 那建场容易成本低 这也是它的好处 它相对很安全 有没有缺点 有没有缺点 有 什么缺点 它有一个是有阳光的日子才会发电 没有阳光就不行 刚才我来那个朱老师在说 今天是不是不能跑 车子不能跑 那我是希望我们等一下做完 能够出去车子出去跑一跑 那比较有感觉 那我的经验是这种 我们这种太阳电池其实还不错 你活活的云层 它都还可以发电 是不是它比较小一点 所以如果万一等下出去 万一有云层 你就把车子拿起来 看它路子会不会转 因为你在地上跑 它要刻薄摩擦力 不过气面上 我不知道现在外面怎么样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那个太阳我觉得还OK 是可以调的 那当然 它晚上不能发电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就要怎么样去除 这个都要刻薄 受阴雨天的影响 8.500控制 风大的地方收集的热会降低 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项缺点 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克服 刚刚提到说污染 其实太阳电池是有污染 只是它的污染是在它的制程 因为它是半导体制程 它里面我刚才说 它用很多有福的物质 尤其我们的工长 可能很多就排掉了 它不见得有做很妥善的处理 所以如果我们就整个过程来讲 其实这一点还是 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努力的 而且制造太阳电池的时候 它也是非常耗费的 它也是耗费的能力 但我们看到 做太阳电池的人都说 太阳电池的非常好 非常好 它不需要加电力就可以发电 但我觉得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人 一定要知道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你要缺点才知道 怎么样去用技术来克服 那我该讲说 它的制程其实也是蛮耗能的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制程的耗能力 那降低它的有毒物质 然后另外一点说 我怎么样让太阳电池能够更有效率的发展 那这个是我们其实在工程上面很重要的这个课题 太阳底 台湾地区是不是适合发展这个太阳底 不适合 不适合 其实在南部还蛮适合的 因为台北部稍微差一点 因为北部比较硬 所以台湾因为位于热带跟亚热带 阳光充足 其实是适合的 那我也要讲一下 太阳能它当然跟你的日照量有关系 那另外一个跟我们的土地也很有关系 因为太阳亮能一定放在土地上面 放在土地上面 那你我们台湾这个地也不够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有很大的沙漠 如果那边沙漠也不住人 那我可以放一大片 那台湾相对我们的土地也比较少 我记得我在一个场合讲到这个问题 就有同学问 那现在不是可以贴在建筑物外面吗 那的确也有这样的 这个也在努力发展中 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建筑物外面 就贴那一种 就是半透明的那种太阳电池 不过它的效率很低 大概是我们一般的电池可能只有 五分之一六分之一而已 甚至更低 所以它的发电量其实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要比较成本跟回收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刚才讲南部 其实是适合太阳能 因为它是照率超过50% 那降雨天数也很少 那 如果你到南部就觉得很热 所以这个问题一下就更好 那 那我们现在准备了 我们底下就要准备做 在准备做之前 这边还有两个影片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是讲说海平面会一直上升 这个是一个公益广告 那我觉得 因为现在节能减碳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那所以在家里 如果没有用的灯 就把它关掉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很注重说 怎么样去使用大宗的交通 这个运输的工具 因为那些车子 高铁啦 铁路啦 公车啦 其实都在跑 你不坐它也是在跑 那你去坐你就少开 少开一些车 就减少一些能量的使用 那也减少一些二氧化碳的排放 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 都能够尽心努力 好 我想 还蛮快 我们现在就可以 发那个材料给 给小朋友们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 这个工作人员来协助 然后坐车子 坐车子 那基本上就follow上面的步骤 这边我们会讲一下 那中间需要有两点的焊接 焊接在外面 放出去 那如果你做完需要焊接的时候 就往外面的右边 那个组装的时候 那个齿轮齿轮跟齿轮那个中间 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太松 它会 它会离开 太紧它又会蓬洞 就那个地方稍微注意 好 小心 不要 不要 放到 那个屋子 好 好 这个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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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это год 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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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好 用 和這個太陽門車 他們那邊的老師都很堅持要比賽 那你知道冬天北部天氣都不好 所以連續兩年都不是下雨 還就是那種很遺憾的天 那他們比賽怎麼比 我們去年因為他們還沒有open ice 今年他們就很驚人 他們分四組還是五組 他們會準備四個還是五個很大很強的燈 然後那個燈有很長很長的延長線 所以他們跑 就像兩個人開始 一個人在調整車 另外一個人拿著燈開始跑 跟著跑這樣子 那這樣比第一比第二 不過我自己有開課 在大學部的課 那我因為開課 如果是那個課跟創意有關 那我都覺得靜在師會讓小朋友 包括你的學生 一分大學生很害你的活動 但是叫大學來坐這個車子 太簡單了 所以我基本上在那個裡面 我就給他一個太陽電池 一個馬達 那這兩樣東西給他 他自己去坐車 所以他自己要設計池 自己找籃子 那要比起來就很好 而且那個比賽大概在五六月 就在超我們一個籃球場上 那個跑起來 連大學生都覺得很害 不過今天這個太陽光 一下出來一下休息 我們也體諒他一下 那剛才這個科教徒聽說 會要有一個問卷 那剛好我在手邊有一個這個影片 大概兩三分鐘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這些影片我覺得可能家長會比較看得懂 那小孩子知道會不會太少 那因為是動畫 可能小孩子看也會覺得 不曉得幹什麼 但也會覺得有點有趣 那我簡單講一下 因為我剛才提這個再生能源 是我們現在在積極推廣的能源 但是它的效率還很低 所以它的使用 其實要取代我們的傳統能源 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但是我們用傳統的能源 怎麼樣讓它有高的效率還是很重要 那我剛才提到其實煤 煤的運常量還有接近量太多 所以用煤是很重要的 用煤 那到台灣現在其實用的最多的是 其實是石油 再來是天然氣 那大家很喜歡用天然氣 因為天然氣很乾淨 天然氣很乾淨 但天然氣很貴 所以現在我們在研究一個就是 怎麼樣用煤 但是煤用得很乾淨 我們叫做潔淨煤的其實 所以這裡面有所謂的IG 其實關鍵太深了 我都不講 就是新的一些企劃的技術 可以讓煤去企劃 然後做高效率的發電 但一樣煤你想到就很髒了 所以這裡面我們要配合 我們所謂的二氧化碳補貨跟工程 這個名字叫CCS Coverry 就是Tameral Campture and Storage 把我們怎麼樣在燃燒或者氣化的過程裡面 把二氧化碳補貨抓起來 然後存在地底下或者存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其實在美國花很多錢 在揮的科技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它對減泰有非常積極的幫助 那這邊大概只有兩分鐘 我會簡單放一下影片 我想同時大家就可以放 給大家用問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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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